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好吃了 咬到舌头了 结果赵二吐出了一块指甲壳 怎么回事 肉包子里怎么会有人的指甲呢 王大吉尖撞 大声喊着老板 老板 你的包子是人肉做的吗 怎么里面有指甲 老板听了大吃一惊 他又不敢相信自己的包子里有指甲 王大吉这人性格十分火棒 看到老板给不出合理的解释 于是上前把老板抱揍了一顿 并把老板送到了警局 经过法医鉴定包子里吃出来的异物确实是人的指甲 而且里面还带有一些止骨 所以极有可能是碎尸而来的 老板听了急忙为自己辩护 警官 我是冤枉的 我的猪肉都是从集市上买来的 我没有杀人 于是警官就下令对包子铺和肉贩子 做了地毯式的搜查 与此同时包子铺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 群众们议论纷纷 他们都不敢相信这家包子铺居然用的是人肉 想到这里人们就觉得恶心 因为早上就吃了他们家的包子 这时一位民警在包子铺里找到了一袋 还没用完的肉馅 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包子铺没有任何收获 然后民警又来到了给包子铺送肉的屠夫家 看到民警进来了 屠夫十分警觉地问民警有什么事 等民警说明来以后 屠夫的神态瞬间就变了 变得十分狂躁 你们别想破坏我的招牌 我的肉没问题 别以为是警察我就怕你 说完屠夫挥着刀朝民警扛了过来 民警一个闪躲 然后顺势抓住了屠夫的手腕 来了一个过肩摔 屠夫万万没想到民警居然如此厉害 一招就将自己打趴了 屠夫被带回警局后 民警就对肉铺进行了搜索 但是找了一圈后没有任何发现 于是民警又来到了屠夫的家 结果屠夫的家也没有任何线索 就在民警准备收队的时候 一个老太太走了过来 民警问您有什么事吗 老太太说 我就住在屠夫家隔壁 前段时间我老是看到屠夫 拧着牛腾汉和乞丐回家 一开始我就觉得奇怪 难道屠夫是想救济他们 但屠夫怎么看也不像那种人啊 更奇怪的是后半夜屠夫家的院子开始烙腾 可以听到有人在那里哀嚎 但我耳背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不过可以确定院子里至少有七八个人 民警听了顿时感觉不妙 于是召集人员开始挖屠夫家的后院 挖了一会儿后 民警惊讶的发现 下面居然有一个地窖 拿开地窖的门后 一股辅车位扑鼻而来 吓到了地窖后 民警们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 地窖里有一个很大的案板 下面放着各种血淋淋的刀具 而脚下的土层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最后地窖的另一边堆满了大块大块的肉 并散发出让人作呕的腐难味道 画面一转 屠夫已经认罪了 他承认自己诱拐流浪汉并谋财害命 但是他否认自己贩卖人肉 不管他承不承认 等待他的将是死刑 而包子铺老板无罪释放后 继续卖着他的肉包子 不过没有人再去吃他家的包子了 因为他家的包子没有以前那样好吃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其实这个故事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了解一下 北京西单肉包子事件 如果小伙伴喜欢这个系列 小悠会持续更新的 电影云娜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